把这个标题字打上去 打上去之后点一下框框,要做什么事呢 这个题目要求,这个地方有没有输入文字 然后再来就是套用这个的文字艺术师效果 重点在文字艺术师效果 然后字型的话为60标凯,所以60标凯比较简单嘛 所以选框框之后把字改为60,所以字稍微放大 然后再来是标凯题,所以这边的话找到 往下找,找到标凯题 设定好60标凯题之后 接下来文字艺术师一律在格式 所以如果你找不到的话记得 只要点框框之后,这边有个格式 然后会找到一个文字艺术师,点下去 就在这里 然后它是黑色的,所以找黑色就对了 就这一个 黑色的这一个 建成,点下去,这个就是我们要的了,所以你会发现叙述一堆 最重要就点下去,这边黑色的 OK 然后再来的话,我们就完成了 这个部分的效果了 所以第3应该很简单嘛,把它加上去字 然后再字大小 字型 然后再文字艺术师 接下来的话呢,在投影片一 的标题动画,增加这个什么,弹跳 进入的时候跟强调 然后分别为,与前动画同时,第1次是一定是与前动画同时 第2次的话就是接去前动画 那时间是2.5秒,1秒钟 这个我想你做熟的时候,你会发现动画还蛮简单的 第1步要怎么做呢? 动画 然后呢,先把动画窗格先叫出来 一律就叫出来,因为现在没有动画,对 第2的话呢,请各位 你也可以先从前面,或者是新,每次都新增动画也可以 新增什么动画呢 他要我们做 什么,第1个是 弹跳,弹跳在哪里,在这里 跳进来,对不对 OK,然后呢,跳多久呢 你也可以多跳几次啦 有没有 当然你也可以一直加好几次,一直跳就跳 如果 OK,好,这个效果啦 然后呢,与前动画同时 再来的话呢,多久 他要我们做2.5秒 所以 加到2.5秒 OK,所以你一方按弹跳,2.5秒 跳2.5秒 好,停 OK 那再来的话呢,第2个动画是强调 强调要做什么呢 强调里面要做的是敲敲板 这边有没有敲敲板,有敲敲板 OK,好 点下去 再来什么时候触发呢 记得是 接续前动画 你会发现他跑到什么 这个动画的后面 有没有 所以 先 弹跳 再来敲敲板 那时间多久呢 时间是1秒钟 刚刚好 OK,我们来看一下 播放一下 跳进来 2.5秒 在弹跳 有没有 再敲敲板 1秒钟 OK,所以总共是3.5秒钟 OK 感觉 整个简报如果说你会懂得做动画 你的简报真的不太一样 而且每个物件上面都可以做动画 OK 所以这边的话,我们完成了 刚刚题目要我们做的就是 这两个效果 第4完成了 第5的话 就是蓝色的文字降一阶 深红色的文字降两阶 所以你只要看到 蓝色字 降阶 那怎么降阶 降阶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在常用里面 各位可以看到这边有个叫 增加 这边有个叫增加缩牌 增加 就是向左 这是 缩牌 增加缩牌 按一下 这样按一下的话是增加缩牌一阶 按两下就两阶 然后可以倒回去一阶 蓝色的字是一阶 不过我觉得这个方法比较麻烦 比较快的方法是 选它之后呢 按一个TAB 按一个TAB键就是降一阶 红色的降两阶就按两下 OK两下TAB TAB键 在键盘的左边 左边的第3个 TAB键 所以你特别注意 选红色的字 两下 蓝色字 一下 这样的话你会发现 这个项目符号 因为降阶之后呢 项目符号自动跳 跳出来 所以这边的话 蓝色的一阶 红色的两阶 那这个一阶一阶主要就是说 比如说 先主标题 再次标题 再次标题 它有一个阶层的关系 那一般的使用者在阅读的时候就会比较清楚哪一阶 这个阶层的部分 OK然后蓝色的话降一阶 这个地方的话降一阶 好 这样就完成了 OK 所以特别注意降阶的话是以TAB键 OK降阶 再来的话呢 设定同影片2到6的标题 那有这些 那重点应该是在 标题文字 所以这个地方的标题文字 我们来看一下 那标题文字它要我们做出什么呢 填满的这些 文字的 效果 那我们首先的话2到6标题文字点一下 那建议你点框框一下 还要我们做什么动作呢 我们 先来看一下 这地方 我们先把前面的字大小先调整好了 这个是54 然后微软正黑体 这个地方的话微软正黑体我们选到微软正黑体54微软正黑体 再来的话呢 字圆加宽 所以字圆加宽从这边点 加宽 这个地方 其他 间距 我们把它加宽 加宽多少呢 题目要我们做20 所以这边的话20 OK 前面先做 后面先做 那前面的部分的话 我们再来看 格式里面会有个什么呢 文字一书诗效果 其中 他要我们做的其实是红色的 所以各位可以看一下 红色基本上就右上角这个 填满 看一下 填满红色辐色3 外框文字一 实际上就这一个 所以把它点下去 OK 就这一个了 好 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就完成了A 那B的话是文字框 这个框框做什么效果呢 这个文字框 所以框框的部分在这里 文字的框 他要我们套用什么什么图案效果呢 就这一个 叫做轻微的轻微的效果 然后金色辐射 辐射2这个OK 这样的话就完成了 那完成之后的话呢 我们第六部分就完成了 那其他的好我想 可以用前面的方法 复制格式点两项 这边点一下 有没有点一下 分别的话呢 把底下的其他的标题呢 通通完成 然后再把复制格式取消掉 就完成了我们要的这个第六的部分 OK 然后第七跟第八等一下再来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 看一下 这个地方后面 我们还有剩下 两 再来就是第七 跟第八 其实非常简单 第七的话就是内文 内文指的是下面这些文字 大小20微软正一滴 然后长距的话1.5倍很高 每个都要这样做 所以怎么做会比较快呢 其实第1个 先第2个 点这个框框一下 然后我们常用里面字的部分先20 然后微软正一滴 就是直接找到那个微软正一滴 点下去之后下面微软正一滴 那再来的话 行距 这边就是行距在段落这边有个行距 1.5倍 点一下OK 那这个效果因为要 复制到其他所以复制格式点两下 一样吗 点一下 这样会比较快 你就直接做一个 其他就通通完成了 那再把它取消掉 OK 第7的部分就完成了 再来的话 第7的b 刚刚是 再来就是把这个 前面的那个 颜色本来是 橘色 把它改成红色 然后要改成什么 改成这样的项目符号 并且大小为80 80% 就比较小一点点 而且要变成零形的 所以怎么做呢 第1个 先选第2张 蓝色的前面 记得蓝色的前面 把蓝色的字 选起来 再来的话 选项目 上面段落这边有个项目符号 点旁边一下 选什么呢 其他的 这边就要选那个 项目符号 旁边这个地方 第1个 请各位把它改成零形的 第2个的话 把它改成80 所以先改零形 然后80 就是 它的大小是原来的80 颜色的话把它改成红色的 这样就完成了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地方 如果要改 改成这样子的话 第1个先选 然后这个地方 箭头 再选零形 再选80 颜色 OK 确定就可以 这样就完成 不过呢 底下还有很多蓝色的字 怎么办呢 其实比较 比较快的方法 除了复制格式之外 还有一招 就是怎么样 选它 按F4 F4 其实主要就是重复刚刚的动作 就按F4 但是那个动作 只有一次的时候 就用F4 可是如果说你刚刚做很多动作呢 那就要复制格式了 因为它 不是只有一个动作 是很多个动作 所以这里的话有个简单的方法 选它按F4 这样很好用 在Office里面 都可以用F4来解决 你上个动作做过的动作 都可以按F4 你会发现还蛮快的 有没有 可以节省蛮多时间的 F4 好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完成了第7 第8的话非常简单 第8是那个 切换效果 是缩放内 然后每隔4秒换页 所以这个前面也做过蛮多了 切换有没有 然后是做什么 做那个 缩放在这里 那向哪个方向的向内 然后每隔4秒 点打钩 他没有说要取消 滑鼠换页 所以就得保留 那4秒钟 OK 最后完成之后的话 你可以 同一面放映 从第1张播放看看 他所以 那为什么会4秒 因为这动画就3.5秒 你不能说 切换效果 2秒钟的话 那动画还没做完 他不会换那自动换 刚忘了一个动作 什么动作 全部套用 所以 这个地方切换 切换完之后 记得怎么样 记得要做 那个全部套用 否则的话 他只有那一张 然后那 每隔4秒钟 全部套用 OK 那这样的话 播放就每隔4秒 换下一张 下一张 OK 这里的话 我想各位试一下